今年的主題城市選的是波蘭的華沙 那我們大概就是眾多影視的話 大家都會知道說 經典的波蘭導演 像是騎士道司機 華伊達 或是波蘭司機 但是當代的波蘭導演 可是又不是那麼的瞭解 美容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當代的波蘭新潮 有哪些這次北影收錄 哪些重要作品 我們這次的新潮的部分 比較是針對這四五年的新導演 來做介紹 所以比如說像是 如果大家有拿到臺北電影節封面的 臺北電影節的手冊封面 這一張照片 太重要了 對對對 非常好看 他叫伊達的抉擇 這部影片是波蘭 等於是二零一三到二零一四 可能參加過最多影展的一部影片 那他其實蠻特別的是說 這個導演 他是波蘭一的導演 他從小在波蘭長大 然後可是他在青少年時期 就跟著母親搬到英國去 對 然後他反而是在拍了三四部影片以後 第一次回到波蘭拍這部影片 也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回鄉 然後回顧自己的過去 因為這部影片其實設在大概六七零年代 那個時候 他講述的是一個波蘭的歷史裡面 一段之前不太被面對的過去 他從一個修女 他要尋找自身身世一個個人的方式所出發 可是他其實影射的以及所揭露的 是更大的這個時代的秘密 但是他並不把他做成像是一個政治預言 他也不想要把他做得很重 其實他在裡面 還是有融進關於這個修女 因為他接下來就決定要 他要在決定出家之前的最後一次 挖掘這個身世的這個旅程中 他也碰到了一些 碰到了一個讓他心疑的男孩子 讓他開始有點動搖說 我到底 要不要再做修女 對對對 我到底要回到修道院嗎 還是說其實凡人的世界裡面 也是有帶一些精彩 所以我覺得他很精彩的是 把個人的那個部分 個人與歷史 然後還有一些對於過去的秘密的挖掘 還有自己心裡的一些慾望 都把他很精彩地融入這部影片裡面 那他的攝影同時也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其實這一位攝影 他是臨時被拉上來做攝影師 他其實是一個攝影助理 那他在他在攝影助理 因為影片開拍了以後 大概才兩三天攝影師就崩潰了 他就說我沒有辦法再拍了 對對對 然後導演因為已經開始開拍了 就跟攝影助理講說 就是你 你現在開始就是攝影師 所以他就拍了這部影片 可是這部影片 大家在看的時候 他的畫面的旋景取景 非常的驚人 以及他的黑白攝影的色調 就是非常的溫暖 大家不會感覺到像是波蘭 那種很灰暗的感覺 雖然他是黑白片 很驚人的是這個才第一次而且是意外從攝影助理拉拔到攝影師的這一位 其實在一個國際的蠻重要的攝影比攝影競賽裡面打敗了李平濱 拿到那個最佳攝影獎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部影片是還蠻推薦大家的 從剛剛就是這一部 意打的抉擇這部影片談到說一些在挖掘波蘭歷史的這一塊 其實他有一點是目前的波蘭的影片的一個主題 就是大家平常在想波蘭的歷史的時候都覺得他們是當時二戰 從二戰開始被納粹屠殺 然後接下來在鐵木的時期又受到俄羅斯那個時候的鎮壓 大家會覺得說他們一直都是處於一個被害者的角色 被害者 對 可是實際上現在有越來越多 我們在做research的時候有發現有越來越多的波蘭導演 其實回頭去看他們的歷史 去發現說我們其實並不是都是這麼的無辜的 所以像是這一次選進來的另外一部影片叫沉默的共蒙者 就是以一個 呃 他其實是一個有點像是真人真實改編的故事 就是以一對兄弟回頭去挖他這個城鎮裡面的一些秘密 結果在挖這個秘密的時候就觸動了整個村鎮的人的神經 因為大家其實掩蓋著一個不能不能為人所知的非常血腥的 呃 對於猶太人屠殺這樣子的一個秘密 那個過程其實我覺得我看的時候很震驚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說以一個距離波蘭歷史以及位置這麼遙遠的一個台灣人來看 我都覺得是很觸目驚心的因為這個導演挖得很很用力 所以這部影片當初在波蘭上映的時候也得到也還蠻受到蠻多的爭議 因為許多的人就跟導演講說你一點都不愛國你為什麼要你為什麼要對外說波蘭這麼不堪的一個歷史 對對對那接連的這部因為我覺得沉默的共蒙者這部影片跟波蘭大家一般印象深刻的那種波蘭的影片有點不太一樣就是說他的速度其實抓得蠻快的 他有一點像是導演我記得他好像在美國有一些發展 所以像沉默的共蒙者這部影片其實他在剪接的速度以及劇情推展的速度比較不像我們印象深刻的那種波蘭影片就是緩慢的一些沉思這個樣子 那我們從沉默的共蒙者另外可以看到像是嘻哈啟示錄這部影片嘻哈啟示錄也是我當初在看的時候蠻驚喜的一部影片 因為他完全抓到了年輕人的那種韻律他的動作跟整個影片進行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有點像是音樂宣鋪好了以後然後導演再去抓那個節奏的感覺我覺得我不知道臺灣的觀眾對於嘻哈樂有沒有很大的認識或者是接受度如何 但是我如果講說這部影片就是有點像有幾幾年前大家還蠻熟悉的一部英國英國片叫Control 對他幾乎就是波蘭的嘻哈版的Control 對 而且他也是真人真事改編我不知道說是不是很多的樂團的發跡都是以這樣子的方式出來就是他講的其實是三位本來是很勞工階級的年輕人 那他們只是誤打誤撞在唱出自己心裡的一些心聲感受以及作為勞工階級這樣子好像沒有什麼太大未來的一些音樂 那他們這樣子的音樂就莫名的受到了很多的年輕人的認同結果他們就一氣竄紅 可是在竄紅的過程中其實他們並沒有做好那個心理調適 比如說主唱其實他原本按照他的人生規劃的話其實他就是跟青梅竹馬結婚啦然後生子啦 然後住在岳父岳母的家結果突然之間他是出去了以後會有影迷追他的會有追星竹 然後等著他說喜歡他這樣子的落差對他來講是非常具衝擊性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對於年輕觀眾來講不管你喜不喜歡嘻哈樂 我覺得對年輕觀眾來講是會有一定的投射 接連就是青春這樣子的主題下來的話我們介紹一部最新今年2014年才在柏林營展的Generation這個單元播放的一部片 叫聽女友的話聽女友的話這個導演其實跟剛剛嘻哈啟示錄導演這兩位是夫妻檔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想所思考的部分是還蠻不一樣的聽女友的話這部影片導演特別講說布蘭有很多的電影是以男性作為出發點 所以他這部影片同樣是針對年輕這個族群青春期這樣子的一個高中畢業生這樣子的一個族群來看 那女孩子因為他的男朋友有跟學校的啦啦隊長有一點小小的搞曖昧 他心裡覺得很不能接受所以他用了一種很 女孩子很耍心機的方式去縮使他的男朋友去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覺得他捕捉非常好的就是青少年那一種他們其實很依賴網路上的溝通 所以網路上的溝通全部都是像是我們現在網路的溝通用LINE啊或者是說用Skype這種之類的軟體 有些時候語言的力量是很會有產生很大的後果因為這個女孩子縮使他男朋友去做的事情其實是還蠻可怕的 那這樣子的部分我覺得他有捕捉到說現在波蘭的年輕人這是這個導演希望能呈現的這塊就是現在波蘭的年輕人 他是怎麼樣子去觀察他們的 所以這部影片我也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從這部影片來看說當代的波蘭社會的一些發展 他的面貌是怎麼樣 今天非常感謝敏榮幫我們介紹台北電影集的策展想法 謝謝敏榮 謝謝